大家都说爱着邻居的这堵墙不太美观 老公今天要对他下手了 宁可食无肉不可救无竹啊 我老公对竹子是情有独钟 这已经是第二次装竹子了 上一批竹子老板给的咱就不好 这些锈球都不要了吗 锈球不要 这些品种不好 这都是在一个地方买的 在翻土的时候老公竟然还发现了古董 嗯 是吗 这什么 清朝道光年间的 哟 古钱 那咱们发财了吗 有没有了再挖挖试试看 凑点吧 我自己埋进去的 上一次摘竹子的时候放进去的 你干嘛要放进去一个队 有说法 我告诉你 竹子种之前先用水泡一下 长得才好 你这是什么 生根肥呀 生根用的 好了 把它泡半个小时就好了 老公说咱们这堵墙住上竹子来洗会不会顺着竹子往外跑啊 底下有竹笋呢 明年能不能吃竹笋呢 吃竹笋呢 老公 来不是谈对象了 谈对象啊 你怎么知道的 刚才我看见那个大黄又偷偷来找他 真是有点像那个女大不中流啊 你心里是什么感受现在 那有啥感受 别让他出去呗 这些竹子种上去确实好看 很多 这有了竹子 是不是中午就不用吃肉了 那怎么能行 中午要吃烤肉 哈哈哈哈 欢迎是我愿意 中车眼泪沉迷 不管几个世纪 有多幸运 让我遇见你 幸福的旋律 已经准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